经高雄地方法院前面金船死亡车祸 这一辆自小客车因为酒驾 先是撞上前方的这单车骑士 然后呢就像是打保龄球一样 这沿途撞上四辆停靠在路边的自小客车 还波及好几位行人还有机车骑士 造成两死三伤惨剧 而造势的驾驶呢 声称是因为车辆突然暴冲才会连环撞 捡起器画面看到身穿黑外套的男子 原本悠哉的骑单车经过 下一秒突然被后方轿车高速追撞 接着造势车辆上打保龄球班 连撞了好几辆停在路边的自小客车 其中两名骑士当场死亡 另外三名路人被波及 还包括一名小女童 车过现场一片凌乱 首当骑冲的单车后轮完全飞了出去 扭曲变形当场变成废铁 停在路边的轿车整个被撞的转向 造势车主是他 开车行进高雄市河东路时 声称车子暴冲才会撞上路人 不过警方发现他九侧值高达0.59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车 我们就骑在前面 然后就听到后面 有很大的引擎声 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被撞 因为我们就赶快闪闪到旁边去 可是还是被撞到 车祸发生在7号傍晚5点多的下班 交通尖峰时段 驾驶声称是暴冲 才会突然失控 一路连环撞 造成两死三伤的悲剧 但由于驾驶是酒驾 所以到底是喝酒酿货 还是车辆故障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9点新闻梁家文包经营 高雄报道